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弟兄姐妹平安 我们今天要继续的来讲到有关圣灵方面的信息 这是我们一连三次讲到有关圣灵方面的信息 这次我们讲圣灵 重点没有放在圣灵的工作 而在圣灵的身份 圣灵其实有识取多多方面 是值得我们一同思想 一同领受 一同在祷告当中 一同在圣经里面来认识的 我们可以思想圣灵的工作 我们可以思想圣灵的充满 我们可以思想圣灵所结的果子 我们也可以分享圣灵所赐给我们的能力 但这都不是我们这一次的重点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我们只知道圣灵的工作 我们不认识圣灵的身份 可能我们就受到他工作的限制 可是如果我们认识一个圣灵 我们认识圣灵的身份 对他的工作就很容易认识 圣灵是很特别的一位 在我们今天心中里面动工的那一位神 圣灵有许许多可以讲的 比如说圣灵的果子 当我们会背的时候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 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洁质 我们以为这些是美好的品格 说有了圣灵之后我们品格就会改变 那个是我们误会 因为圣灵所结的果子不是品格 不是我们能有这样子的品格 那个是圣灵的生命在我们里面 让我们有这样子的生命 比如说圣灵里面有所结的果子里面有一个说是温柔 我们一听温柔 我们基督徒所以讲话都很小声 一听到温柔 所以我们开始觉得说 哎呀我动作要温柔 我的思想要温柔 我的语言要温柔 不温柔并不是我们讲话小声 温柔是圣灵在我们里面所结的一个果子 温柔是他 圣灵给我们对自己清楚的认知 而有自知之明 自知之明什么呢 自知之明知道我们是怎样的一个人 当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怎样一个人的时候 可能我们怎么会变的 我们为什么这样表现 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是怎么样一个人 可是告诉我们温柔 是告诉我们说 理直 可以不用气壮表示 得理可以不必不饶人 这个不是我们的修养 我们说原来是这样 所以我就开始 理直不用气壮表示 得理 尽量饶人 不是 这个不是个品格 这是个表现 那个表现是我们的生 是我们的生命 被一个另外一个生命所取代 我们突然发现 原来我们有这样子的弱点 或者原来我们是罪人 或者原来我们即使是比别人好 都是神的恩典 没有一个比别人好的 如果不是神的恩典 你突然会发现 圣灵所结的果子是温柔 所以我们整个人就变了 那也不是一天坐着成的 在我们有生之年 我们一直被这个事情取代 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取代 这是圣灵所结的果子 这个不是我们的修养 这个不是我们的品行为 这个是圣灵的果子 这就是果子 圣灵还会充满我们 这是圣灵的工作 当圣灵充满我们的时候 我们传平大有能力 你知道圣灵充满我们的时候 有的人会自己知道 有的人也不会知道的 有的人自己知道说 你圣灵充满了 你现在都在做的时候 你同时有感觉圣灵在你身上动工 而且你同时感觉你的存在 有的圣灵充满的时候 你不知道你自己存在 你就以为那个是你 然后圣灵就浇灌在你身上 或者充满在你身上 你就做了事情大有果效 我相信我们当中有很多人 有这样子的经验 当我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 他有时候取代我们 原本软弱的人的本性 使我们各样的风水中 能够容神一人 这是圣灵充满 圣灵有时候会感动我们 圣灵感动我们的时候 我们突然就知道 我们前面道路的选择 虽然我们做了很多的规划 虽然我们做了很多的 很多的推想 虽然我们群叫了很多人的意见 可是你知道吗 当圣灵告诉我们 当圣灵感动我们 当圣灵说你这样做的时候 你突然明白了 你并不看这个环境怎么说 你并不读别人的建议 并不是你刚必自用 是因为圣灵感动 你突然明白了 你突然觉得说 我到底是要出国工作 还是在台湾生活呢 圣灵的感动很特别 这是圣灵的工作 这是圣灵的工作 圣灵当然也会安慰我们 当我们遇到重大难处的时候 圣灵又说不出来的叹息 为我们祷告 我们就得着了安慰 过去这几个月 全球的经济非常的不景气 物价涨跌很快 油可以上去下来 我昨天听一个弟兄说 钢筋本来多少钱的 现在多少钱 当时进货的惨了 可是他现在房子卖不掉了 一下子 不是哪一个人有错 也不是哪一个人 可是你就被害了 我想被害好像很严重 事实上真的有人这样子啊 你说他是不是投资错误 他也可能投资错误 那金融的商品也有人是不知道的 他没有了解 所以有的时候自己也有一些责任 有些自己完全没有责任 你想想看连国家都会破产 那怎么会这样呢 基督徒会不会受到这些波及 会不会 有没有 你知道我最近打几个电话 因为我听说了 我打电话去 有人工作受到影响 有人的财 他自己的财产缩水得非常严重 有人说是不是他工作不利 所以被累 你知道有的工作不是这样 他就是总体我要踩多少人 一个数字出来 然后按照那个比例 他是不是一定做得最不好的 先被踩掉 未必 可能是 也可能不是 但无论如何 当我们一个这样难处的时候 我们寻求人的帮助 我们看很多的资料 多少一个月以后会复苏 我大概多少时候会怎么样 我们做了所有的事情 我们可能不得安慰 人给我们的安慰非常有限 所以我几次打电话去 给不同的人的时候 我就真的我知道 我不能给他什么安慰 如果你曾经受苦 然后别人给你的安慰 你不得安慰 你就知道人的安慰是很有限的 如果你曾经 如果你曾经在病痛当中 你真的跟神祷告 可是你就一段的时间 一直在那个病痛的里面 你就会知道人的安慰不能安慰人 我每次说完之后 我就跟他说我真的不懂 你在讲的那个状况是什么 我真的不懂 太复杂了 更多的时候 是我不知道怎么讲话 安慰他 我就说我们可不可以来祷告 唯一能做的这件事情 而且我也不是要用感动 祷告的祷告词来感动他 那有什么用 不是 我们唯一能做就是求圣灵来安慰我们 亲爱的弟兄姐妹 如果你有难处 如果你有过不去 真的 唯一的一个办法就是 从圣灵来到我们的里面 祂其实就在我们里面 我们求祂感动我们 安慰我们 提醒我们 求神怜悯我们 这些都是圣灵的动工 这些都是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 但是我们这一次 一连三次讲到圣灵的身份 是因为如果我们明白了 圣灵的身份和角色 刚才讲的那些 我们很容易明白 很容易明白 否则我们很多时候 久了久了就把圣灵的那种能力 如果我们真明白 三一神当中有一位叫做圣灵 就是我们能够明白的语言 就是圣灵 如果我们这样的情况 我们很多事情我们突然明白了 那为什么我们要花这么多的时间来讲 来讲圣灵是一位呢 圣灵是一位神 或者是一位呢 为什么呢 因为耶和华神常向人说话 如果我们读圣经我们可以发现耶和华神是很容易对我们刻画出来的 为什么 因为他向亚当下话说话 他们彼此对话 仿佛看见有人在那边讲话 圣灵也这样记载吗 耶和华神是亚伯拉罕的朋友 亚伯拉罕可以跟他争讨价还价 亚伯拉罕让我们感觉耶和华神跟亚伯拉罕是面对面的谈话的 感觉耶和华神遭摩西上西乃山的时候他可以讲一段话 我是不晓得摩西有没有这么好的记忆了 摩西十戒 我因为是小时候是在一个改革中长老会信主的在那边受洗的 我们是每个礼拜要读两段 那有一段是十戒 每一次都要背十戒 也好 现在都背得起 你知道背十戒背得多少个你带 也不是背 他就是大安念 念念念念念 我突然念了一两年突然就会了 就记起来了 我不知道摩西是不是那么厉害 上帝讲一遍 全部记住了把他写下来 石板上面 有一次是神刻的 有一次叫他自己把他做出来 他怎么记得住 那一定要花点时间 神跟他在一起 所以耶和华神不是一个能力 对犹太人来说是很清楚的 他们知道他是一位 像人一样 有人格的 有位格的 可以跟人交通的 耶和华神不会有问题的 耶稣更不会有问题 耶稣 他道成肉身 与当代的人直接面对面 他跟十二使徒讲话 他有时候会责备他们 当代同时可以有几百个人 上千人 亲眼看到耶稣 还不像这次葛福林 你坐后面一点点 你就靠了电视讲 看葛福林 他们是亲眼看到耶稣的 他们亲眼看到耶稣的 你说他们可以用五品二鱼 还吃饱了 还剩下很多的食物 当时有很多人喝过耶稣水便的酒 对不对 那都是很真实的 对他们而言 耶稣就在这里 耶稣就在那里 有一次 耶稣医治了一个十二年血肉的妇人 耶稣说 谁摸我 谁摸我 那一门就说 耶稣讲这个话 太没道理了 我们都几乎压到你的身上了 我们是跟你挤在一起了 我们都是已经靠着肩膀 挤着你的 你说谁摸你呢 所以耶稣是有鲜有肉的 对犹大人他们不会搞错的 不会搞错的 他其实就是人 我相信就是我们今天没有 没有见过耶和华神 没有见过耶稣 我们也 从圣经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他是一个真真实实的 有位格的 他会生气的 他在受苦当中 他上十字架 我们都可以 好像一个刻画 好像栩栩如生的 可是圣灵不是这样的 对我们而言 对我们即使是很老练的基督徒 也对圣灵也是很模糊的 到底圣灵是怎么样的一位呢 那今天我们讲到第三讲了 已经到最后一讲 我只讲三讲 因为这三个最主要的 以后 当然还有几个角色 这什么我就不讲了 我就把它放在工作里面 当然如果有机会 我们讲圣灵的工作 那么圣灵是怎么样的一位呢 到讲义这边说 圣灵的工作 乃是接续耶稣完成神的旨意 这里有三位 一位是圣灵 他的角色 从他的工作当中表现出来 但他还做什么呢 是接续耶稣 所以耶稣是一位 完成神的旨意 神是一位 所以这里我们看到 圣灵是与耶稣神一样的 一样的是神 是神 是神 从身份而来的使命 就是要接续耶稣完成神的旨意 圣灵是三一神当中的一位 他与圣父圣子同荣同尊 这个早就确定了 不仅是我们今天知道这件事情 早在主后381年的 尼西亚信经当中 先圣先贤就已经确定了 父子圣灵 同受敬拜 同受尊荣 这早就确定了 千年以来 基督信仰就确定了 这一位神 圣灵是一位神 是让我们可以很明白的认识这一位神 而马丁路德主最推崇的亚他拿修信经 清楚的将父子圣灵 说明清楚 我第一次看到亚他拿修信经的时候 我很惊讶 我很惊讶 我想我们这种叫做后知后觉 以前对于圣灵 以为知道自己知道什么东西 后来读了亚他拿修信经 才发现他们写的这么清楚 他是一条一条写一条一条写 哇我就说说原来他们在讲圣父圣子圣灵是这么清楚 为什么会搞不清楚呢 是因为我们自己不清楚 人家都写的出来了 我们连想了想不清楚 你要知道啊想的清楚不一定讲不清楚对吗 讲的清楚还能够写的下来才了不起啊 因为文字要简洁 像我这样讲 如果你把它变成文字就翻来覆去 但是讲话就要这样子啊 讲话这样才能记得嘛 可是读文字的时候呢 因为你读文字的速度比听话还慢 所以你读的时候呢就把枝节去掉就很清楚 哇亚他拿修信经你读起来 他真的很清楚 我只要念一小段就好了 有几行这样写的 他怎么说呢 他说父一位 子一位 圣灵也是一位 父如何 子如何 圣灵也如何 父不受造 子不受造 圣灵也不是受造 父是无限 子是无限 圣灵也是无限 父永恒 子永恒 圣灵也是永恒的 我故意念这几段是他是三位分开来的 他后来还讲到三位是一体的 哇他讲起来说 你简直大开眼界 就这么简单的几个字 所以你不能够背误那些文字工作的人 他们的思想 很清楚地学下来 我们说哇诺贝尔有化学奖 有什么奖有什么奖 诺贝尔有个文学奖 文学有这么厉害吗 对 有这么厉害 有这么厉害 他那种思想可以把它表达出来 这么清楚 所以感谢主 在基督信仰里面 圣夫圣子圣灵是可以清楚的区别出来 但是他又是一神 他又是一神 在旧约里面 创世纪就已经讲了 他说起初神创造天地 第一次空虚混沌约灭黑暗 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 在这边就要提到圣灵了 说神是那位创造者 起初神创造天地 又说圣灵运行在水面上 刚才我们剥饼的时候念一段圣经 说太初有道 道与神同在 道就是神 这道太初与神同在 他上面说万物是借着什么 他造的 所以借着谁造的 耶稣基督造的 所以万物是借着耶稣基督造的 万物也是借着神造的 万物也是借着圣灵造的 三一 很清楚啊 很清楚啊 我们感谢主的 在新约 特别是耶稣自己的话 在约翰福音十三章到十二章里面 耶稣亲口讲到 到底圣灵来 他是怎么样的身份 我们感谢主 我们过去已经讲完两讲 我非常快的复习 我只要一点点时间 讲他第三个 第三个 第三个角色 第一个角色 我们上次说的 请我们看讲义 这里提到圣灵的工作 是接续耶稣完成神的旨意 那么 他有什么样的角色呢 第一 他要荣远与人同在 永远与人同在 圣灵来是接续耶稣 做耶稣所做过的事情 那耶稣做过什么事情呢 第一次就是与人同在 与人同在 是神的心意 我再讲一遍 神要与人同在 是神的心意 也是基督徒今天 追求的最高的境界 就是追求与神同在 与神同在 换很白的话说 就是我们得救 我再讲一遍 与神同在 换很白的话说 就是我们得救了 得救了就与神同在 但是与神同在 是人的角度来看的 说我要与神同在 这是人的角度吗 我与神同在 可是如果从神的角度来看 那个是神要与人同在 请问神与神要与人同在 跟人要与神同在 一样不一样 一样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一个主格变到受格 一个受格变到主格 怎么有一样呢 可是人想要与神同在的前提是什么 是神要与人同在 如果不是神要与人同在 人连与人同在的机会都没有 除非神愿与人同在 否则人与神同在就变成不可能 许多基督徒 包括我自己在内 很多时候我说我要努力 我要做好事 我要表现好 我要除去我心中的恶 要与神同在 我们说的没错 也对 也对 但是如果不是神要与我们同在 这一切都总是枉然的 如果不是神愿意与人同在 事实上我们再怎么样去表现 都没有办法与神同在的 但感谢神 神一开始就愿意与人同在 神知道了亚当教就要与他同在 耶稣也是这样 耶稣来到地上 他最主要的目的是要与人同在 不然他为什么来呢 他为什么来了 他来的与当代的人同在 他生在那一个时代 就是要来与人同在 表明这件事情 而且他还特别去看 去跟罪人在一起 特别去跟苍几在一起 特别跟税吏在一起 他要表明一件事情 不是你们要与我同在 是我要与你们同在 这一件事情是我们信讲的根基 我再讲一遍 如果我们忘了这件事情 一定我们会灰心 或者有人会骄傲 什么时候会灰心呢 我们犯罪犯太多太软弱了 我们就是说 按照我们有机会与神同在的 不会 神愿意与我们同在 任何时候 这个是根基 我们只要回去就好了 我们愿意就好了 我们只要认罪就好了 我们只要回到神面就好了 比如说我们会骄傲 原来别人都不愿意 只有我愿意 如果我们不是真知道是他愿意 是神愿意 是神愿意与我们同在 我们以为是我们就能造成这件事情了 我们不是骄傲 我们就是灰心 骄傲你看他就会 只有我回去 他就比我软弱 我就比他刚强 这所有的一些根基 是神愿意与我们同在 耶稣与人同在很清楚 他也跟当代的人说 他说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 人看见了我就看见了父 他说我在父里面 父在我里面 你们当信我 我在父里面 父在我里面 耶稣很清楚的告诉当时人说他要与人同在 而他与人同在 就是神与人同在 我们来读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节 读这段的圣经 让我们看见圣灵也是这样 我们读十六节 预备 请 我要求父 父就另外次给你们一位保慧师 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 所以在这里很清楚啊 圣灵的第一个角色 第一个身份 他所要做的事情就是永远与我们同在 在这里说保慧师是一位保慧师 所以保慧师在我们里面不是一个状态 他不只是一个凭据 虽然他是凭据 但不只是这样 他不只是这样 他是一位有位格的 他像朋友一样 我们可以对话的 他是与我们同在的 他是我们可以跟他面对面说的那一位又真又活的神 作为一个基督主 今天我们最大的安慰就是圣灵愿意住在我们里面 而且永远与我们同在 这是第一件事情他的角色 至于我们能不能与他同在 或者我们愿不愿意去跟他同在 那个另外一回事情 他的角色是这样 并不代表他的角色完了 我们就可以做到 但是第二 他还有一个角色 他因为有这个角色 所以我们今天才会这样 什么角色呢 就是引导人明白真理 引导人明白真理 圣灵第一个角色是永远与人同在 这是个前提 第二个 他一个前提也是我们要认识神的前提 就是他要引导人认识真理 圣灵有一个角色是他要帮助我们明白真理 他是一位活的神 他是能够与我们互动的神 有的人说我们这神一直不认识 对这个很正常 我们要找到好朋友 不要讲好朋友 要建立一个朋友的关系 最重要的事情是做什么 花时间 对不对 我们要建立一个朋友的关系 我们都要觉得做什么 就是花时间吧 不花时间不会成为朋友的 搞上大学了 进到同一班 进去之后 哇 我突然有好多个好朋友 以前从来不认得的 可能吗 你知道我们毕业的时候 连同班同学都没认识完 为什么 因为大家都不来往的 各自做各自的事情 同学是三五成群 那为什么三五成群呢 因为这三个跟那个五个不来往 那三个为什么在一起 因为他们常在一起讲话 他们在一起吃饭 所以人跟人之间 怎么样才能够认识呢 怎么样才能够了解呢 就是讲话 就是相处 就是在一起 为什么我们会有误会呢 因为我们不常讲话 我们不常在一起 你讲的 你讲的 我讲的 那我们不常在一起 弟兄姐妹 如果我们不了解彼此的个性 我们也不花时间在一起 我们当然彼此不认识嘛 跟神也是这样的 我们为什么不认识神呢 很多人说 我为什么不明白神的旨意呢 不明白神的旨意只有一个原因 就是我们没有花时间跟神在一起 那神为什么不花时间跟我们在一起呢 神花时间的 神随时随在 不愿意跟我们讲话 而圣灵就是这位 让我们可以明白上帝的 其实他就是神嘛 那你又要怎么说呢 就是跟圣灵说话 跟圣灵祷告 求圣灵 跟他来往 我们没有花时间去跟神交往 圣灵 我们没有花时间跟圣灵来往 我们当然跟他不熟 有的时候 当别人讲到圣灵的时候 我们觉得怕怕的 为什么 因为他讲的圣灵 跟我认识圣灵不太一样 他讲的神思灵 跟我认识的不太一样 因为我没有跟神思灵来往 他跟神思灵比较熟 结婚你不让 你必然让我们就变成好的朋友 对不对 就跟他婚前是好朋友 婚后变成仇人的也很多 为什么没有来往 没有交往 没有交通 我们跟神也是这样 而这一位圣灵是引导我们跟神来往的 或者我们跟他来往 应该这样讲 来我们读这篇圣经 约翰平16章12节到13节 我们一起来读 预备 请 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 耶稣说 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 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 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 这也是神一直想要做的事情 他想要让人认识他 他借着历史让人认识他 他借着事件让人认识他 他借着他一直都出现 跟人沟通 让人认识他 可是 人一直在认识他 当中还不够清楚 耶稣也要让人认识他 耶稣来到门主当中 就讲了登山宝序 虽然他们不明白 耶稣再三跟他们解释 耶稣是有问必答 而且耶稣有时候答非所问 为什么 因为你问题不好 那答一个更好的答案出来 比那个问题更好的 那耶稣也是这样 愿意跟人交往 可是 我们 怎么样更认识神呢 在今天 我们应该透过圣灵 在我们的里面 我们透过跟圣灵的来往 我们对圣灵的认识 我们的祷告当中 所以基督姐妹 我们领域里面的长进 跟我们的知识 不有必然的关系 我们对神的认识 也不一定跟我们的认知能力 有必然的关系 我听过 一个事情 是讲到一个东西大陆的老妇人 她完全不适智 她完全不适智 那人家就开始跟她讲起圣经 她也信了耶稣 她信了耶稣就说 她就说 常常听人讲圣经 后来她就说 那我怎么办呢 我都不能自己读圣经 后来她就去弄到一本圣经 在中国大陆 那本圣经 然后她就说叫人教她 她一个字不认识 怎样怎么读圣经 等她去教她 就念给她订 她就读 然后她就请人念给她订 然后以后她去读圣经 读圣经中间 过了一段日子 她可以读圣经了 她可以读圣经了 她可以认识圣经里面的字 可是圣经没有的字 她完全不认 你听她懂吗 你说这是神经 对 这是神经 神所做的事情 这是神经 这跟她的知识水性 不一定有关系 跟她的推理能力 不一定有关系 弟兄姐妹 我们认识神 不一定跟我们的知识水 等认识能力 推理能力有关系 跟什么有关系 跟我们的圣灵有关系 很多时候 别人讲到我们听不懂 不一定别人讲到不对 是圣灵在我们里面 我们能不能让她引导 能不能让她引导 第三件 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 第三件圣灵要接训耶稣所完成神旨意的角色 就是继续拯救世人 继续拯救世人 这个是神一直在做的事情 神爱世人 圣灵将她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造一切信她的不知灭亡 反而永生 早就是这样 神一直在拯救人 耶稣就当然拯救人了 不然我们今天没有拨饼的机会 拨饼就一开始 我们就说 他为我们上了十字架 这就是他要拯救世人 那圣灵怎么做呢 圣灵继续拯救世人的方面 我们来读对方的神经 在十六章七到八节 我们一起来读 七到八节 我们一起来读一杯 请 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 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 我若不去 宝贵之救不到你们这里来 我若去就拆他来 他既来了 就要叫世人 为罪为义为审判 自己责备自己 这都是耶稣的话 耶稣介绍圣灵 耶稣介绍另一位神 在我们当中 他怎么说呢 他说我将真情告诉你们 我去是你们有益的 我不去 他就不能来 他说我若去 他就来 下面说 他来了 就要叫世人 为罪为义为审判 自己责备自己 这就是继续在我们当中 做拯救的工作 而在这一段的当中 我们就发现 在前一段 跟这一段 我们整个发现 这个圣灵的第三重角色 继续拯救世人 这个方面呢 有四件事情 我们可以拿出来分享的 第一 第一就是 圣灵来是为耶稣做见证 请你写下来 为耶稣做见证 圣灵来如何接续耶稣完成 拯救世人的工作呢 就是他为耶稣做见证 换句话说 圣灵来是让我们 明白 耶稣是神的儿子的 我再讲一遍 我再讲一遍 耶稣基督 除了跟他同一个时代 同一个地区的人以外 没有人见过他 没有人见过他 他的长相如何 他的形式伟人如何 其实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的 讲了耶稣许多的话 做了许多的事 我们的脑子里面仍然不能够呈现 耶稣是一个可以合在一起的 一个刻画的 我们很难 因为我们脑子有问题 然后耶稣的行为很怪异 你知道吗 你听不出来的 你听不出来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很多人描述耶稣 描述的 看起来像不是同一个人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他所表现出来的 不是一般的常人 可是我们一直不明白 他为什么这样 可是 我们怎么会认识耶稣呢 当我们讲认识的时候 不是肤浅的认识 当我们讲认识的时候 不仅仅是知道 当我们讲认识的时候 不仅仅是看见 弟兄姐妹 听见的不一定准确 看见的也不一定真实 可是有一个最忠实的 这是圣灵在我们里面感动说 耶稣是这样的一位 这是真实的 那这个是真实的 那是圣灵的动工 那我们一旦被圣灵感动 我们突然明白耶稣基督 是怎样的一位的时候 我们突然明白他了 突然认识他了 不知道怎么说明 不知道怎么说明 如果我们不是真正认识耶稣基督 今天早上 你来这边做什么 只是我们不一定知道 我们认识耶稣基督 我们也不一定知道 我们认识的有多深 而且等我们以为 我们认识很深了 我们又发觉 原来不是这样而已 但还是那样 圣灵这种奇妙的一位神 他在我们里面动工 让耶稣成行在我们的心里 以至于到一个地步 我知道我们当中有很多的基督徒 你的形式为人 为什么这样 别人拿你为什么不拿 别人这样说 你为什么不这样说 别人那样做 你为什么不那样做 你为什么把时间花在教会里面 你为什么愿意服侍别人 虽然受到伤害 你为什么愿意继续这样做 虽然别人不谅解 是因为耶稣基督 那我们怎么认识耶稣基督呢 你从来没看过 你说我做梦做梦过他 我也做梦过他 可是我做梦过的那个他 就真的是他吗 那我可能圣灵感动 没有问题啊 可是那一个 那一个 又不看到那个像 就真是耶稣基督吗 可是圣灵上我们里面 让我们认识的耶稣 这真的很奇妙的 而且我们还愿意 做出行为出来 你可能为他这样做 这是很新奇一件事情 所以耶稣 圣灵来 为耶稣做见证 他就是见证了耶稣 他就在我们里面 他做成了这件事情 这是一个很新奇的事情 这是一个很新奇的事情 这不是人能做的 这不是人能做的 感谢主的恩典 这是第一 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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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灵怎么样继续拯救世人呢 第二个就是指出罪 指出罪 他向世人指出我们的罪 所以我说 他指出我们的罪 圣灵怎么拯救人呢 就是透过让我们知道 我们是罪人 所以我儿子去参加 葛弗林的步道会 然后他回来 他有点挫折 他坐在那边 我就问他怎么搞的 他就一直发呆 然后就告诉我说 为什么他讲这么简单 我说 我说葛里汉 跟葛弗林 向他讲道 就这么简单的 很简单 非常简单 他说 他只讲道我们是罪人 我说对 他说那这样都会有人信主吗 你知道吗 这样怎么会有人信主 有 我前天去参加陪谈 你知道当葛弗林讲话的时候 我又回忽 我真的也有点 吓到了 你知道吗 他就讲人爱人 耶稣爱你 你是一个罪人 你需要耶稣 你到前面来 我要为你祷告 就这样子 没什么故事 反复讲一样的东西 翻来覆去 他也没有一段经文 他也没什么解释 这些招呼信也有趣 我不知道昨天他有没有去了 前天他有去 我知道 因为我们在那边碰到面 他就讲这么简单 我玩他就说 要先耶稣到前面来 你知道 因为我做第一排 因为我是奔配到要把那个人集合 往前拉 往前拉 然后他们通通集在前面的 然后我就坐在那边 我都不敢回头 你知道吗 我怕葛弗林等下叫完了 没有一哏哨 后来 开始有人出来 开始有人出来 一直有人出来 三驱陪坛区全买 你如果听他的信息 就是很简单 就像我们这么复杂 可是你就知道一件事情 叫人为罪自己得悲自己的 这是你在哪里 这是圣灵 是圣灵 圣灵 什么叫做罪 什么叫做罪 罪就是自我中心 你写下的 不对 罪就是自我中心 最有一个很简单的定义 就是自我中心 为什么亚当夏娃是犯罪呢 对对对 他们吃了分别三恶书的果子 神这么小气 就分别三恶书的果子 也不能吃一颗啊 偷了天上的灘桃 就要听这么大的罪啊 就把人类都赶出去啊 是这样吗 不是 因为 神刚才讲分别三恶书的果子 你不能吃 吃的日子一定死 如果他们不是自我中心 如果他们以神的事为事 如果以神的非为非 如果他们以神为中心 他们就没有犯罪 所以什么是罪 罪就是自我中心 亚当夏娃有罪 是他们自我中心 为什么大卫跟拔斯巴 有不正常的关系呢 因为他自我中心 大卫为什么跟拔斯巴 有了不正常的行为之后 又要害死乌利亚呢 因为他自我中心 罪有一个很明显的表现 就是自我中心 就是我要这样想 我要这样做 当大卫在神面前认罪的时候 他所面对的 就是他要面对这件事情 十字经第五十天第四节 他说 我向你犯罪 唯独得罪了你 我在你眼前行了正恶 这个话怎么有道理呢 那大卫怎么讲得那么理直气壮呢 说我向你犯罪 我唯独得罪了你 在你眼前行了正恶 他不是像拔斯巴犯罪吗 他不是像乌利亚犯罪吗 他不是得罪了整个以色列国吗 但他说我向你犯罪 唯独得罪了你 我们就看见 大卫知道这件事情 罪是自我中心 如果你不去解决这件事情 如果你去解决别的问题 别的问题不能得到解决的 罪是不以神为中心 所以大卫也跟神说 他说神啊 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 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 如果我们不是在神的面前 有清洁的心 求神给我们一个正直的灵 那么我们就是 以自我为中心 我们还在罪的里面 那摩西为什么被神扯罚不能进迦来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吗 遇队了四十年 旷野又四十年 又磨了四十年 最后不能进去 这知道吗 他只不过是几大方式 神为什么对他生这么大的气 我们不是很了解 不过他有一个他自我中心 为什么嫉妒是自我 为什么嫉妒是罪呢 嫉妒每一个人都会嘛 为什么要把嫉妒定为罪呢 我们一起长大的 为什么陈世仁就比我好命 对不对 自我中心 他跟我 我们都在想我 什么叫嫉妒 嫉妒就是 他怎么可以跟我比呢 我 自我中心 他怎么可以比我有钱 他怎么可以比我漂亮 他怎么可以比我嫁到更好的丈夫 在这一波的经济风暴里面 为什么他就没有下去 我就下去了 都是我 我就是罪 当我们有记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 我们说他是谁有罪 或者我是谁有罪 是在自我中心 论断别人为什么是罪呢 因为论断别人是我的历史来论断他 所以你看到圣经的所有的罪 有一个共同的因素 就是自我中心 那么为什么圣灵来会这样当代指出他们 为罪是因为他们不信我呢 约翰福音16章第9节说 为罪是因为他们不信我呢 为什么不信耶稣就是自我中心呢 亲爱的弟兄姐妹 在当时主耶稣来到那个地方 他花这么多的时间 要证明他是神的儿子 还有三年多的时间在他们当中生活 他形式为 要让他们知道他是神的儿子 告目了他们不信 不信什么 不信他是神的儿子 这就是自我中心 不信耶稣的话 就是自我中心 所以耶稣是畏罪 是因为他们不信我 因为当代他们不接受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 是因为他们以自我中心来考量 这就是罪 不信耶稣基督的话 就是罪 圣灵来了 就要让他们明白 当代的人 为罪 是因为他们不信耶稣 其实今天对我们也是一样 圣灵在我们里面感动我们 为罪 所以我们不信他 听说说 如果信他我们就不罪 如果信他 我们愿意把我们罪 交在他的手上 我们就罪 第二 圣灵做什么事情呢 他不仅是指出罪自我中心 他也做一件事情 他就指出义来 指出义来 我们来读这段圣经好不好 第十节 第十节我们一起来读 预备 请 为义 是因我往父那里去 你们就不再见我 这里讲的义 义是什么呢 请你写下来 义就是唯独耶稣 唯独耶稣 义是自我中心 义是唯独耶稣 其实这三件事 是同一件事情 为罪为义为神 但统统指向耶稣的 因为耶稣在讲说 他来就是要来见证我嘛 所以 怎么样圣灵的动工呢 圣灵的动工就是 把那个义 举出来 那什么是义 就是就是耶稣啊 义是什么 义就是耶稣 所以我们称为义者耶稣嘛 那为什么 义者 耶稣 是我们整个 我们被圣灵感动的时候 我们需要回去的呢 很多人都就问我 我们为什么相信一个犹太人啊 不是我们不是相信一个犹太人 我们为什么相信一个教主 我们不是相信一个教主 我们是相信我们是接受一个在地上显出的义 义 那是能不能做到的 这个义 所以 有两种义啊 两种义就是说 这是为了描述这个义 因为耶稣基督十字下 现在站在这边嘛 比耶稣之前的人 他是 在律法上面 成义的 他怎么成义呢 他就透过真行律法 指向耶稣 他可以得到义的 我们今天得的是信心的义 什么信心的义 我们是回头看 透过相信 目标 还是指向耶稣的 所以整个我们的得救 是因为耶稣基督的 是因为耶稣基督的 所以只有耶稣基督是义 这就是为什么 当受人感动我们的时候 我们会突然觉得 我是个罪人 我是个罪人 当耶稣去了父神那里 当耶稣到神那里 这犹太人就见不到他了 犹太人不会搞错的 神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他们也相信神的 神是自争自争自争 他们也没有问题的 神是独一的 神是创造的 神是护理的 犹太人也没有问题的 可是如果耶稣可以回到父那里去 不需要做任何的事情 他就是义 他就是义 所以 耶稣跟他们说 他说我往父那里去 你们就不带进 我回去了 我可以到父那里去 你们不能去 你们要去的话就是 就是 借着道路 真理 生命 只有我不必借着道路 真理生命 我自己就回去了 因为我们会为自己 得备主 亲爱的弟兄姐妹 今天只有圣灵在我们里面 感动我们 提醒我们 得备我们 我们才能够知道 什么叫做 耶稣基督 没有人会口称 耶稣基督是主 除了圣灵 我们能够认识耶稣 是因为圣灵的东宫 当我们认识耶稣 当我们知道耶稣 或者我们不是那么准确的知道 可是我们知道我们是一个罪人的时候 那因为有义把它比出来了 你知道 罪一定要有义来比 没有罪 没有义 罪就也不算罪 律法也是这样子 为什么要定律法 因为有做错的 然后律法一定 他就变成错的 你说那没有律法 那错也不是错 又没有一个标准 又没有一个标准 所以义的会显出不义的 今天 如果 不是真的有一个义的人 我们怎么会知道我们是罪人呢 所以这个是比较出来的 如果不是很清楚的比较 我们不会承认自己是个罪人的 我们通常不太喜欢义人对吗 我不是讲黄义人 我们不太喜欢义人 为什么 因为义人显出我们的不义 发现自己的错 发现别人比自己对 是很生气的一件事情 发现自己比我们有理 是很生气的一件事情 你有时候夫妻吵架要留个空间 因为你都对的时候 别人更生气 别人更生气 耶稣基督来就是这样 因为他来了 所以很多人就无所顿心 因为这个缘故 耶稣也说圣灵来 是指出审判 我们来读第十一节 指出审判 我们一起来说 预备行 为审判 是因为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 审判就是十字架的功效 你写下 这一段是很难的 十字架的功效 圣灵来指出十字架的功效 圣灵来让人为罪 自我宗心自己得备自己 圣灵来为 让我们为义为独耶稣 我们自己得备自己 再来圣灵的感动之下 我们也会为审判自己得备自己 什么意思 因为耶稣的好 耶稣的真 耶稣的赛 让法利赛人记住 让杀出该人讨厌 让文士党佬 觉得非常的不舒服 不舒服 我刚才说了 对的总是让不对的不舒服 对的总是显出不对的是那么错误 所以耶稣的行为 耶稣的做法 甚至耶稣的想法 在无可挑剔的情况之下 你知道 他们说耶稣为对的律法 结果耶稣稍微一解释 他们觉得原来律法是这样解释的 他们更生气了 你的意思是说 我们这么多人都解释错了吗 耶稣就是这样子 他一解释 他们发现他们错了 他们长期解释的圣经出了问题 那更生气了 所以怎么办呢 只要把他送上十字架 才能解决问题 只要把他置他于此地 此地才能够解决问题 而且要公开的让他受审判 才能解决问题 这是当时的人做的 所以他们就用尽办法终于 把他送上十字架 他们审判了耶稣 可是当他们审判了耶稣的时候 耶稣说了一件事情 他说成了 耶稣被审判的时候 其实这一个世界就受着审判 因为罪的把义的中上审判 义的在十字架上就审判了罪 国家说我们都不喜欢有比我们好的人 大家都在公司里面都拿 你一个人不忙 你肯定是演东京 大家都申请加班费 都申请到买 五院里面有一院 我不能讲不来 到时候又很麻烦了 五院里面有一院 我们国家不是五院 对不对 他们里面的工友 每一个人都报加班费 而且报到满 结果有一个长官 就位了之后 他就说 他怎么可以报到满呢 这又不是福利 这是你有加班才能报加班费 你没有加班怎么能报加班费 他就说 所以不可以这样报 他就一直不然把它剪下来 他就说 那你至少也不能每一个人都报满 哪有每一个工友 或者是每一个 全部都报满加班费的 他就说 至少先 如果你真的超过 那你就报 不然的话 你最多只能报百分之八十 做了决定 他还没到他的办公室 他的长官就电话来 到办公室来 你干嘛 他听说你把员工的加班费都剪 懂吗 他怎么回事 耶稣就是这个 最好的办法把他送上十字架 就解决了嘛 当他弥定十字架的时候 他就审判了这个世界 因为竟然有罪的 可以定有义的是罪人 所以为审判 我们自己得费自己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就是十字架的功效 十字架今天正在 我们的心中动工 我们不是接受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让他替我们死 我们替他活 我们就是可以不接受十字架 我们被这十字架所审判 十字架是使我们奔道扬镳的 那一个标准 信主之前是如此 信主之后还是如此 十字架产生强大的影响力 就是十字架这个审判的工具 不是审判钉盖上面的人 是审判看到十字架上 这耶稣我们的感应是如何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如果我们的祷告当中 我们把我们自己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 带到十字架宝座的面前 我们会为审判自己得负自己 这对我们是好事啊 因为这是继续拯救罪人的一部分 求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知道圣灵来 是要继续拯救这个世界上的这些人 包括你我在内 是 有些人好没有得救 他是一个机会 可是对我们已经信主的人 这也是一个机会 他会指出我们的罪来 这就是自我中心圣灵 圣灵会指出我们的罪来 我们就发现我们自我中心 圣灵会指出义来 就是唯独耶稣基督是义 圣灵会指出审判来 就是十字架的功效 就让我们自己得费 亲爱的弟兄姐妹 如果圣灵常常在我们身上动功 我们能够感受到 让我们做出回应 这就是圣灵的动功 所以神帮助我们 圣灵来的第三个角色 就是要继续拯救我们 让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得费自己 包括我们常常受圣灵的感动 做出正确的回应 好不好我们有一点点的时间 安静在神的面前 请你给我们一点点的音乐 我们就是为自己 心想着我们的臣灵 希望我们有信用 所以我先向我们地灵 为自己得费 福音哲宏 祿耶稣来到你的面前 向你现上感谢 谢谢祢 祢就是义者 如果你不是你的义 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 真正活出来 你真正在地上活了三十多年的时间 让我们看到你可以没有犯罪的生活 我们就不会为罪为义为者判自己责备自己 亲爱的圣灵 我向你现场感谢 我们虽然没有跟耶稣 生在同一个世代 可是你竟然可以把这样的事情 清楚的刻画在我们的脑筋里面 我们向你现场感谢 谢谢圣灵 谢谢圣灵 我来到你的面前 向你现场仰望 我也谢谢你 我巴不得你自己打开我们 心里面的眼睛 引导我们进到真理里面去 让我们发现 原来我们是可以为罪 为义 为审判 自己得备自己的人 主位我自己祷告 说因为只有你圣灵在我里面的感动 才让我知道 原来我发现我的罪 我认我的罪 远远不及我仍然继续犯罪 软弱跌倒的树木 原来不及他们那么多 因为这个缘故 我必须在你的面前 更多的在你的面前向望 更多在你的面前寻求 让我不是去看别人 乃是去看你 让我去定睛在你的身上 主要我求你自己帮助我 圣灵我求你自己来感动我 来引导我 我需要你 我需要你 主要不仅我需要你 为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祷告 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你 主要我们需要你 主要我们巴不得 不仅是我们教会需要你 全台北市的教会都需要你 全世界的基督徒都需要你 主要全世界的世人都需要你 求圣灵在我们当中大大的动工 让我们看见 主要祂祂祂一来就是要 让我们更明白耶稣基督 为耶稣基督做见证 圣灵我求祢让我们看到我们的自我中心 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救恩 也让我们看到神价的功效 谢谢主持人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灵 阿们 阿们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